热闹又充满活力的战股为运动会拉开序幕 第七十届南投县全县运动会在先例体育场盛大举行 由县长李明珍亲自主持 与进场的运动队伍挥手打气 也预祝运动会圆满成功 南投县政府举办第七十届的全县运动会 今天来参加的大概将近一万两千多人 大家对运动方面都非常的重视 那么唯有运动才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 所以县长八年来一直不断的在提倡我们的全民运动 希望多运动我们身体才会更健康 运动爱台湾 县长李明珍表示 八年来极力推展全民运动获得县民广大的回响 尤其在全国三大运动赛事中沉寂亮眼 林县长也指出 虽然这是县长任内最后一次主持县运会 但也期望接任的县长能够持续推展运动 让南投更有健康与活力 第七时代的全线运动会也是八年来 县长最后一次的举办的运动大会 当大会的主席 非常的感到最后的一次能够如期的来举办 有这么多的人士来参加 尤其县长这八年来可以说对我们南投县的建设固以利 在这八年来县长能够筹到将近415亿的经费 来建设我们南投县 让我们南投县更花光更灿烂 让我们南投县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满意 每当选举投票日越接近 街头上的黑函与黑布条就到处可见 县长表示忧心 并希望民众能够正视八年来的执政成果 南投县的进步不容被黑函攻击与抹杀 两个礼拜前天下杂志所做的民调 我们南投县民感觉到你住在南投县幸福吗 这个组织高达81分之83% 所以南投县民觉得他们住在南投县是非常幸福满意的 所以我们选举不要再抹黑我们南投县的县民 我们是这么黑金政治 让我们南投县的县民都这么痛苦吗 我相信绝对不会的 我们南投县是光明灿烂的 我们南投县的建设是进步开朗的 我请代表全体运动员以诚挚乐的心情 参加南投县第70届全运动办会 地球超越和进步 争取荣誉 今年共有11882名队支援选手参加县运会 由南投县公职人员的趣味竞赛率先登场 运动会将持续到11月8号 分别在全县29处馆场举行 也欢迎大家前往各竞赛场地 为参赛的选手们加油打气 记者商千福南投市采访报道